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说要在上面做什么新增的话 那你后端就是一个database 副长名是.db的一个database 那这个是属于client端的database 它的路径基本上也是在 跟那个就是喜好申请档一样的路径 就是那个data底下的data 然后你去找这个专案名称 下方就会有个.db的一个资料库 所以其实有些而且它是没有办法去设定安全性的 也就是说它是open的 所以其实早期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很多那个就是说 App它会存资料对不对 它也会存在sqlite database 然后呢都没有加密 所以你就可以什么把它get回来之后 打开里面全部看得到 像之前我讲过嘛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对岸有一些那种小工具 它可以把整只手机 即便你不看 你就是锁那个没有解锁 它也可以把里面的.db的档全部都hold回来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只手机里面的通言 所有的通言记录 包括就是它的简讯啦 它的FB啦 它的LINE啊所有的 因为那些通言记录存下来都是在.db的档案里面 那要怎么get回来 首先我先把这一题的逻辑大概讲一下 就是说你可以输入 输入一些数字 或者输入一些资料 然后你输入完之后 第一个可以新增add add到哪里呢 add到下面 所以新增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是先新增到哪里呢 新增到后端去 所以你这个地方先add 那add之后呢 它会帮你写到哪里呢 写到后端的一个database里面 一个database里面 然后呢再从database里面再slate的出来 slate在哪里呢 slate到那个前端的list view里面 所以是先写进去 再抓回来 抓回来到哪里呢 前端 那你会看起来感觉是好像是同步 但实际上是它做两件事 一个是写录 一个是读回来 OK 这样感觉好像有一个同步的感觉 第一步是add加slate 第二个是修改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第一笔事件要做修改的话 当我点击了第一笔之后 如果点击list view的时候呢 你要触发一个事件 就是当它被点击的这个动作 那你可以去判断说到底哪一个事件 点击了某一笔 我们前面讲过 list view应该不是slate 是什么 on item click 刚刚是slate 这边是click 特别之后事件名称有点不太一样 那它会传进来 是第几笔被点的呢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点的是哪一个 第一笔 第一笔就是index 多少 0 0的话它会把0的资料 把它带到上面去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个事件 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所以我要把资料带到上面去 这样子呢 另外把这两个按钮 它的able 本来为false 把它改成true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有把资料带上去了 所以它下面两个按钮 要让它可以 看你要删除呢 还是要修改 对 那我们先test 修改的动作 那修改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在后面再加 再加3好了 就类似这样子 打上几个字上去之后的话 然后我就按什么呢 update 那update的时候 其实就出发 就是也是一样下语法 这个下update的语法 update什么呢 update那个database里面的 这笔资料 那update之后的话 再把它slate回来 slate回来 就是再把所有的资料 再slate到this review 所以有update跟slate查询出来的结果 所以按下去 能不能walk 按下去 一定会walk ok 那再来的话呢 另外update过之后 因为它没有选取 所以这两个button 要disable 这样才合理 如果说 它现在可以update或delete 因为没有选取怎么update 怎么delete 所以update完之后呢 两个按钮要 变成disable ok 那再来的话呢 刚刚有新增修改 删除好不好ok 比如这一笔要删除 按delete 删除 删除完之后呢 这笔就不见了 删除下一个seql 然后呢 跟他讲 我第二笔要删除 他会去查什么 查这笔记录的ID 然后呢 去把那笔资料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从资料库抓回来 放在this service里面 就会少一笔了 ok 它的运作流程大概是这样 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计事 那当然 写这个地方是一个运作流程 再来就是说 那它的后端的资料库放哪里呢 特别注意 我讲过 讲这么多后端实际上呢 所以这里你可以透过DDMS 或者将来各位安装APP之后 也可以在你的手机里面看一下 其实你的手机里面 一样会有data 跟data的目录 其实你们将来可以去里面查查看 其实每一个APP里面呢 都有躲.db的资料库 其实都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抓回来 那因为现在db很 Ciclite的data bit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无法加密 那无法加密有个很大的问题 那是不是一般人 你写什么 就可以把它抓出来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漏洞 恐怕加密的动作 你自己要去完成 那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的 我的目录是 在data底下的data 我刚讲过 因为这一体也是第二类 所以它一样是GDD02 底下会有个什么 目录叫什么 DataBase 也就将来如果你们有完成的 其实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等一下你们 直接看一定是没有的 因为你们还没有createDataBase 所以也不会有 这个是我先秀给各位看 就是如果你将来完成的话 应该会在这里下看到一个DataBase 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去看 你的手机里面有没有APP APP里面你去到Data 底下的Data目录看看 它其实会有一个.db的一个档案 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get回来 那get回来之后的话 它就是一个这个DataBase 里面有没有看到 因为我在这边给它一个名称叫 买DataBase 这个Seqlite的DataBase 所以我们也一样可以把它get回来 get回来之后 如果你要看里面的内容的话 其实也都可以清而出 那你们可以再去找一个Tool 一般就是Seqlite 我常用像Seqlite 我常用像Seqlite 的这种Tool 它有点像是简易版的那种 就是开启资料库的一个小Tool 那你们就可以怎么样 open 然后给它这个DataBase 打开来之后的话 这个DataBase里面的所有的资料 通通都可以看得到 你们可以试试看 看看你们手机里面有没有装什么 有没有聊天的软体 不过应该如果比较大厂的 应该都有加密 因为这种 但是比较小加的 我看可能还是没有加密 或者没有做任何动作 你就可以怎么样 知道里面的相关讯息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 先试试看好了 然后顺便了解一下 这一题是 如果考试题是在210的题目 那因为这一题比较复杂 所以我想我干脆先给各位一个 就是说一个已经完成到一半的好了 因为前面有很多程式码 可能要写 你们要自己写 恐怕比较麻烦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先当这个 A210 这个是已经有一半的 那考试的时候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残忍 就是要重头写 它其实是这一题的话 是已经给你一半了 该给你的会给你 但是其他的你还是要自己加上去 所以请各位先当这个 并且把它汇入到你们的 这个Escapers里面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 后续的部分要怎么撰写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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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